第39頁部分 所謂Dictionary 這個裡面 當然你可以這樣理解 如果之前的串列 假設是一個欄位的話 字典的話就兩個欄位 兩個欄位的話 當然它有所謂的key跟value 所以特別注意就是說 如果你要取得那個key DICT1 假設是字典型態的話 它裡面取得所有的key 那個欄位的話叫.keys 當然前面你可以用一個list去接它 點value加一次的話 那就是也可以把它丟到 前面就有一個list 反正就可以把它分成兩個欄位 就可以把它分成兩個list來處理的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你之前學過list的話 那你其實乾脆就把它 像我的習慣 我就把它分開來 然後再用list處理就ok了 所以它有點像一個 算是過渡時期的一個形態 它的好處就是將來 如果你要抓網路上的雲端資料庫 或者是說一些no-sicle 比較新的一個資料庫 或者網路上有那個json的檔案的形態的話 它的格式也是key value 那這個時候的話 你就是用字典來去接 就非常方便 因為它們兩個就剛好有個match容器 剛好放進來 剛好你就不用再去轉換 非常方便 所以字典的存在價值 大部分習慣就是可以剛好跟外部的那一些 這種資料 比如說像我剛剛講這幾種形態資料 就可以馬上可以做搭配 ok 那我們來取一個例子 比如說像使用的方法 這邊有一個 之前有一個練習題 就是list的第一個範例題 那你會發現在list剛開始的話 這個list我們是用什麼 這個list1好了 等於後面的話 初始詞的話我們是給什麼 給那個中瓜壺還記得吧 有沒有 那字典的話不太一樣是給一個大瓜壺 ok 所以以後的話你假設看到 中瓜壺就是串列 就list 那如果大瓜壺的話那就字典 字典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它有key有value 它變兩個中間加冒號就對了 它等於是兩個欄位 也就是說這個list的部分的話 就是等於是單一個欄位 就是一欄 比如說A欄B欄這樣 那如果是那個字典的話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它就是兩個欄位 一個欄位叫key 一個欄位叫value 也是對應的 但是key的欄位就是符合資料庫的 那個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就是我們如果是一個key的話 大概會有兩個特性 第一個特性就是說它一定會有資料 也就是說key不能是空的 第二個特性就是說它是unique的 就是說它是唯一的 所以像編號絕對不會重複 編號12345又有重複不可能 所以如果有重複資料的話 重複的key 那你要把它塞到字典裡面的話 它會怎麼出現什麼嗎 特別說它什麼都不會發生 自動幫你消失了 也就是說如果你有重複資料 它是直接 它也不會有錯誤訊息 但是那一筆資料就不見了 就不會幫你塞進去就對了 它有這種特性可能要注意一下 所以特別注意如果是字典 大概幾個跟串列不太一樣的地方 第一個記得是大瓜糊 OK 這大瓜糊 第二個如果你要放資料進來的話 前面我們是律者是用append對不對 append的 那個字典要怎麼放資料呢 特別注意它這個地方是 這個是key 這個是value 也就是這個字典的key就放這裡 中間這個地方加一個中瓜糊 後面就放value 所以一個key跟value 這個當然跟那個字典append不太一樣 所以它會有key和value 所以我這邊有個範例 不過這個範例就是之前改的 會多一個什麼 多一個就是除了說我們幾個人 然後總分平均之外 還有就是那個人的名字 所以這邊的話你會發現 那個人的名字會多一個變數叫in name 預設是等於空的 那除了輸入什麼它的成績之外 還可以輸入它的姓名 OK 所以這兩邊就可以match在一起了 那底下的話 因為這個範例跟前面蠻像的 而且要輸入啦 我是覺得會請各位自己再稍微練習一下 那我們就直接看一下 這個練習題 學生成績 讀到那個字典裡面 OK 那這個範例我們之前有下載過了 應該如果你的電腦沒有還原的話 可以從雲端白板 雲端白板裡面 這邊這個下方學生成績吧 那一樣把它下載的時候 下載成CSV好了 OK 所以這邊的話也可以下載成CSV 這裡 OK 那應該之前有下載過了 所以我把它打開在哪裡 在那個全省郵局地址下載這裡 有沒有我們的下載裡面會有全省郵局地址 這個啦 然後按右鍵 把它用什麼用那個編輯好了 或者用記事本來開一下 OK 就這些 在雲端上面是長這樣 當然一樣啦 如果你現在把它打開一定是亂碼 為什麼 因為它是UTL8 如果你要讓它不是亂碼 我好像之前跟各位講過 你可以把什麼 把它的編碼方式改成什麼 改成ANSRE就可以了 你就用什麼記事本 那應該就先講 另存新檔一下 把它的那個編碼方式改這個就可以 存檔 Excel裡面開就是正常的 OK 那如果今天我希望 把這些人的成績 先放在字典的話 要怎麼做 OK 所以第一個啦 一樣是open 我們已經有下載了 所以open的路徑給它一下 open這個下載裡面的這個東西 幫我open起來 所以你會發現 Python裡面開檔真的還蠻方便的 寫檔也很方便嘛 反正不管是開檔或寫檔 開頭一定是open open跟它講哪個檔案 寫是想先open拿個檔 然後寫的話就write出去就存檔 所以你會發現開檔就兩行 寫檔存檔也就兩行 而且我覺得不難記嘛 而且很直覺嘛 OK 所以檔案處理在Python是蠻簡單的 我們這一題主要是這樣 把它open之後 然後幫我放到哪裡呢 放到字典裡面去 所以我希望最後看到的結果就是幫我把什麼 但是問題字典是key value 所以這個前面的姓名放key好了 後面這三個放value 不過問題來了 其實應該理論上value應該有三個欄位 不過沒辦法value它只有一個欄位 那怎麼辦呢 所以有的時候是這樣 乾脆就把這三個中間加豆點 先隔開通常放value 那之後呢如果你要拿來用的話 你再把它讀到串列裡面 然後就做sprit就好了 切割嘛 反正不就也是可以 OK 所以value只有一個欄位喔 那以後如果你要放多欄的話 你可以取巧 就是中間加豆點之後再來切嘛 OK也是一樣 反正一定是key value 大概這樣用法 OK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做出結果 就是幫我把它讀到 那個python裡面的字典的話 輸出結果長這樣子 那該怎麼做呢 首先的話呢 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第一個的話呢 一樣 就是我們先怎麼樣 先建一個空的dictionary 也許要dict1 等於中瓜湖 大瓜湖 OK 然後後面的話就open它了 open我們已經寫了N遍了 這個應該 那再來的話呢 就把這個檔案裡面的東西 用realize 先幫我把它先讀出來 讀出來之後呢 分別放到那個這個什麼dictionary裡面 那我們一樣啦 我是建議如果你實在不太熟的話 習慣上還是print它吧 因為你print了之後 你才知道做下一步 OK 因為我講過啦 反正創業這個型態 如果你不熟的話 真的很多事情真的是做不了 OK 所以print了它之後 你會發現 它裡面的東西一定是 這樣東西 有沒有 藍位名稱 然後再第一筆資料 第二筆資料 那我要把這個裡面的這個 應該這個不用 所以0不要 從1開始 有沒有 然後呢 把這個放在key 這後面這三個放在value 然後後面有多一個換行把它拿掉 拿掉的話還記得把split去掉 OK 那所以呢 底下的話要怎麼做呢 基本上 就是如何把這個串列的東西 放到哪裡呢 放到我們的字典裡面的叙述 所以後面的話一樣 for i in range 從1 為什麼1 因為藍位名稱不要放 有沒有 然後呢 到它的最後一個 L 就是那個總長度嘛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什麼 把那個list2 為什麼list2 其實list2 其實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那個東西 就是後面的這些資料 這個資料 這個放在哪裡 放在value 那這個放在key 所以基本上 我們第一步什麼 先把這個list 應該是直接看這個 這個 它讀進來一定是讀進來一整個嘛 這個list1 那我就split它切割嘛 切割是放在list2 那分別怎麼樣呢 把list2裡面的0就是姓名嘛 姓名部分放在它的key 所以特別說dict 如果你要放資料 記得是這樣放喔 把key 姓名放在前面 中國阿虎 value放什麼呢 放那個第一個成績 豆點 第二個成績 豆點第三個成績 第三個成績 因為後面會多 換行 所以把換行給去掉 OK 好 這樣就大功告成了 所以當然你如果不知道 這裡面是什麼啦 我是建議你可以分階段來完成吧 他一樣把它print出來 print的什麼呢 把dict1print出來 看一下裡面到底是放什麼東西 OK 各位有沒有發現 有沒有 大瓜糊 有沒有 然後呢 裡面放一個key 就是第一個人的key 就劉曉華 裡面的話呢 value就是放什麼 它的三個成績 豆點 第二個人的成績 豆點 第三個人的成績 其實dictionary就跟資料表一樣 什麼資料庫裡面資料表 概念是差不多的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 可以跟資料庫完全的搭配 也就是我今天要輸出到資料庫 甚至把一個字典的形態 丟到資料庫 insert進去都ok了 如果要讀 就讀到這邊來就可以了 所以特別是 字典其實還蠻管用的 尤其是跟資料庫做搭配的時候 OK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當然不是只是這樣 我們是希望怎麼樣 可以最後的話 再把它print出來 可是問題 之後後面這個地方 要怎麼樣處理會比較簡單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東西 其實大瓜糊 可是問題我將來要希望什麼 把它print出來 不要長那樣 而是希望長 我最後希望看到結果是長這樣 所以你看誰的成績為幾分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是它的key 這個是它的value 所以因為這字典有時候 當然處理方法好幾種 那我的習慣是這樣 我習慣就乾脆把它分成兩個list來處理 因為list我們之前教過嘛 所以直接就拿來 所以要怎麼樣把這個key 歸key有沒有 key的話就是 把這個這個姓名的部分 放一個list 然後這個放一個list 那我的做法是這樣 就是後面你要加一個什麼 我剛才有教各位 就是diction1有沒有 然後點keys 意思是說把所有的姓名 放到哪裡呢 放到一個list裡面 叫listkey OK 然後呢 記得外面有個關鍵 轉型 因為你必須要把key轉換成串列的話 外面要borrowlist 然後value就是這個 哦一樣 這個地方我先把它print好 因為這樣看我怕同學 這個地方不是很 key詞是什麼 你會發現 這個把它直接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 這就是這樣 長這樣子 那value的話當然 就裡面的所有的成績 所以我這邊把它讀出來有沒有 第一個人成績 第二個人成績 所以就分兩欄 那分兩欄之後的話要做什麼 接下來我希望可以秀出來 結果就長剛剛那樣子 所以我們可以跑一個回圈 for i enrange 從0到這個字串的總長度 我用key當長度 因為反正key跟value長度一樣 然後呢 就用一個format 什麼呢 誰的成績為幾分 所以特別注意 有點像套一個樣板 就想到format 有沒有 這前面講過 那分別把什麼 把它的key 放到這前面來 所以第一個人成績 第一個人名字 成績放在後面 那最後的話print出來 結果就會長這樣了 ok 所以如果我今天第一階段 我希望看到就是 誰的成績為幾分 怎麼寫 ok第一階段 應該可以理解吧 所以一樣先把它放在字典 然後再分別把字典裡面的東西 切成兩個串列 然後再把它print出來 但是呢 當然理論一般我們用不那麼簡單 所以第二階段的話 就是請各位思考一下 再往下捲動 這個是第一階段 在第41頁這裡 那請各位第二階段呢 就是把它做出42 四十二一頁這裡底下的部分 這裡面的話呢 誰的分數幾分嗎 但這好像太簡單 這只是一個list 那如果我今天想要做個報表 最高分是誰 分別還有國文 國文就是這個成績 英文數學 告訴我呢 國文的總分是幾分 國文的平均是多少分 最高分是誰 最高分是這個 OK 等於是會有四個訊息 你要把它抓出來 可是問題程式該如何寫 OK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剛剛我寫的程式在這裡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所以第一階段很簡單 只是把檔案的資料 先塞到字典裡面 再從字典裡面呢 把它拆出來 變成兩個欄位 兩個list 一個list是key 一個list是value 然後呢 再分別把key跟value的資料 做creen出來 但是第二階段就稍微複雜了 因為呢 總共values裡面會有三個成績 所以你當然不可能說三個成績 你要怎麼計算 所以必須要把它拆開來 那問題是我要怎麼把它拆開來 比較簡單 還要計算總分 平均 最高分是誰 最高分是誰 所以這個難度就會比較高一些些 但是其實一般我們在做資料的處理的話 這個是還蠻常見到的 雖然同樣的動作如果你在Excel裡面感覺會 都做得出來 只是說當然Excel裡面 我前面一直強調啦 就是主法煉鋼嘛 就人工 滑鼠鍵盤一直點 但是現在這些東西就變成說 如果你將來希望快速的處理的話 必須要用程式來解決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喔